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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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章 图表的系数的这个技巧 我们刚才讲过 我资料收集来了 我的目的接下来就是要做整理 那你资料到底要怎么整理 那整理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看资料的一些分类 好 各位看一下 我们到底有哪些资料 就统计来讲有什么类型的资料 好 请各位看一下定义2.1之1 子的资料跟量的资料 子的资料跟量的资料 这个资料里面有分 我们来看一下 在统计上你拿到一笔资料的时候 他大概就可以分成 子跟量 什么叫子的量 好 来我们看一下 请看课本 什么叫子的资料 子的资料又称为属性 使用明目尺度或瞬息尺度 来测量个体或实验单位所获得的资料 那依据其性质或列别尺度的不同 而加以分组或归类 所以又称为列别资料 那这个资料呢 我们等一下到后面的时候 会谈到这一个明目尺度 跟这一个瞬息尺度 我们想到时候再来讲 因为后面会谈到四个尺度 那这边指的资料就指明目尺度 跟瞬息尺度 所以我们留到后面再来谈这个尺度 就会比较了解值在讲什么 好 接下来我们谈量的资料 量的资料里面呢 量的资料又称为数量资料 使用区间尺度跟比例尺度 来测量一个个体或实验单位 所获得的数字资料 所以你看这里又有两个尺度 请你画下区间尺度跟比例尺度 所以总共谈到四个尺度 那这个四个尺度 我们等一下会一一来谈 好 各位再进行往下看 最后一行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量的资料 又可以分为离散资料跟联系资料 离散跟联系 那这两个非常重要 因为就我们统计来讲 我们统计其实常常会处理到一个量的资料 那在处理量的资料里面 就会分它是离散跟联系 那这两个东西所用的工具是不一样的 来 各位看一下 我们换到这一个第二章的第二页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离散资料 第一个定义2.13离散资料 什么叫离散资料呢 它是以离散变数为数量所获得的资料 而离散变数的可能值为有限 请你画起来 有限或可数无穷多 这个名词可能各位稍微习惯一下 有限或可数无穷多 所测量的数值特性必须为整数值 注意整数值 一定要整数值 离散资料称为不联系资料 不联系资料 好 各位再往下看 我们等一下一并解释 那联系资料呢 联系资料是以联系变数为数量所获得的资料 而联系变数的可能值为不可数无穷多 请你画起来 不可数无穷多 uncountable infinite 不可数 好 也就是 它可能值为期间 画起来 它一定是一个期间 它一定要用期间 interval 期间来表的任何点 是利用期间尺度与比例尺度 来测量所获得的数值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两个差别 一个是有限或可数无穷多 一个是这一个 不可数无穷多 那我们就按 这个按例子来讲 从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比方说我要去研究 一个公司 一个公司的员工到底会有几个人 他可能有一个人 可能两个人 可能三个人 规模很大 像鸿海的话 他可能有80万个人员工 那你人就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你什么时候会听到1.5个人 不会吗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它可以这样一个一个跳的 它就是一个什么 离善资料 懂不懂 那联系资料呢 联系资料比较典型代表就是说 身高体重 比方说我要去研究这个 我们南台的这个身高 大概是借在多少 我就用南台了 那南台的这些人身高呢 我们发现到说 最矮的呢 大概是140公分 最高呢大概是200 200公分 假设 140到200公分 那换解说 南台协认的身高呢 在140到200之间 都有可能发生 我们去测量身高的时候 其实都用整数来表示 其实它其实量出来的话 小数点会有好几位 你可能量出来是163.5 172.8 173.31 你如果真的要量精准的话 会量到这样 所以换解说 这个身高呢 在这个范围里面 每一点都有可能表示 那像这种情形呢 就属于联系资料 就属于联系资料 这是从例子来讲 那如果说使用的工具来讲呢 那就不一样 如果从使用的工具来讲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处理的资料的时候 我们在使用的工具呢 我们使用的这个符号呢 这个就用sigma 这边所使用符号是用积分 各位你回想一下 比方说 这个i等于1到100si 他是怎么加的 他是1比1比加 他所表示的就是 s1加s2加到s100 他加到s100 他如果用比例来讲的话 他就加到100 你如果用联系来讲的话 你就用积分 A到B的fs bs 你是用积分来表示 你用积分来表示 所以两个工具是不一样的 离散型就是一点一点加 离散型就一个一个加 那联系呢 他一定是用积分 那这两个符号 其实上就是和的概念 那这个念成sigma 所以有一个英文字 有一个英文字 可能大家可能很熟 叫 summation 这个就是和 这是和的概念 这个s 你把他压扁 就变成这个sigma 你把他拉长一点 就变成这个符号 所以这两个符号 都有和的概念 就把他加起来的概念 他们都有加起来的概念 所以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去记他就很快 为什么离散 离散就是1比1比加 联系的话 一定要透过积分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各位念过微积分 大概会有点知道了 这个在算什么 这个在算面积和 我们说这个面积是多少 这是长方形 这是A 这是B 它的面积就A乘以B 那你知道 A乘以B你知道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这样 这代表这样 这也是A 这也是B 这一块的面积怎么算 这fs 这一块的面积 这一块的面积就是这一个了 这块面积就是这一个了 这长方形你会算吗 底层你高你会算吗 可是这块面积 这不是平的 这块面积怎么算 这块面积就是这样算 所以他就要积分 所以他一定用一个区间的方式来表示 所以 从这个例子来讲 我们刚才解释了 离散跟联系的差异 那从工具来讲 他就用两个不同的工具 所以他在做 他的资料的时候 他要做区别 你不同的资料 我要用不同的工具来处理 所以才会分离散跟联系 离散跟联系 注意这个离散来讲的话 像这个是有限格 到100格就是有限 他也可以把它变成无穷大 他也可以把它变成无穷大 如果是无穷大 就叫这一个可数无限 所以刚才课本不是有一个名字 叫可数无限多吗 可数无穷 为什么叫可数无穷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到无穷 我可以一个一个算 叫可数无穷 那这个到底有几个 A到B你没有几个点 你算不了 你没有办法算 这个点数你可以一直切割 一直切割 他没有最小单位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计算 所以叫不可数无穷 你没有办法计算 所以我们解释一下 这两个之间的差异 这有没有问题 离散跟联系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 横断面资料跟时间数列的资料 好 这两个东西其实很简单 我们看一下 来 请各位看一下定例2.15 什么叫横断面资料 发生于同一个时间点 或同一个期间的资料 称为横断面资料 那什么叫时间数列资料 发生于不同时间点 或不同时期的资料 称为时间数列资料 你这样讲 有时候还不晓得讲什么 其实我们集一个例子就很简单 来 各位往下看例子 台湾在1989到2008年之间 发这个国内生产毛尔的统计资料 生产毛尔统计资料 那这个资料呢 各位看一下 注意看 1989到2008 1989 1989 1990到2008 那这里面有很多资料 来 各位看 这一年的资料就叫横断面 某一年的资料就叫横断面 那这样一路看下来就叫什么 时间数列 它一直在变化 那懂不懂 某一年的资料就叫横断面 你这样一路看下来就叫时间数列 所以你懂了这个也没什么 有没有问题 好 好 我们来看个例题 把上面的资料形态做一个总结 上面做一个总结 那个资料呢 各位看一下2.3 第二章的第三页 有没有看到图形2.1 这个图形非常重要 你可以把它画起来 资料的形态 你从这边来 作者已经帮你做一个整理了 好 各位看一下 统计资料有没有看到 依资料的属性 包括值跟量 依资料的发生时间 有横断面跟时间数列 然后量的资料又有离散跟联系 所以这个表格已经把所有资料都弄给你了 你一看就清楚 好 那我们利用这个概念 我们来做一个题目 来 我们看例题2.1 我们要你判断下列的资料 到底是属于值或量的资料 若为属于量的资料 请说明联系或离散 好 第一题 班上50位同学的超性等级 来 告诉我 超性等级是属于离散还是联系 是属于值还是量 是值还是量 是值还是量 先看值还是量 再来判断离散或联系 是值还是量 看清楚 超性等级 什么叫等级 就是用ABCD来表示 各位 你的超性分数是用 你的超性是用什么表示 你拿到成绩那是不是用分数 这个就表示说 不同的体制造成的 在国外的话 他们都是用ABCD 来表示你的成绩 在台湾都是用分数 如果用ABCD 那就是一个等级 你是A级 A B C D 我只说F 不及格 你如果是在台湾 我们都用分数 台湾现在有些学校 也慢慢改成等级了 也慢慢改成等级 所以他这里问等级 等级就是ABCD ABCD就是值 就属于值 我要跟各位讲 如果说各位有一天 你要出国念书 你要申请你的成绩单 你当然你就要申请英文版的 比方说我要到美国去读书 我要申请我在台湾的成绩单 他会把你台湾的成绩 转换成英文 这时候你去看你的成绩单 不是分数 就是变成等级 他会自动把分数转换成等级 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 他讲等级 是属于值的资料 他如果讲分数 就是属于什么 量的资料 这边要区别一下 再来 抹工是所有员工的薪水 薪水是一个数字 所以当然他是一个量 这个量到底是离善或联系 他应该是属于离善 所以他应该是属于离善的资料 再来 抹工是所有员工的教育水准 教育水准是什么 值 他可能是高中毕业 可能是大学毕业 可能是研究所毕业 这是属于值的资料 再来 抹每一次上网的时间 值或量 时间是量 量是离善或联系 这是离善或联系 离善或联系 比方说 一天 一天有24个小时 一天有24个小时 一天有24小时 0到24个小时 我问你说你今天上网多少时间 我可能上网1个小时3分2秒 有没有可能这样 有没有可能这样 电脑会帮你登记 电脑会帮你统计你上网多少时间 我可能上网3个小时5分8秒 甚至还可以更细 换句话说你一天上网的时间 是不是在0到24小时 你一天最多上网时间 就是24小时 你一天上网时间的 长度有多少 是不是0到24小时 认了一个点都有可能发生 认了一点都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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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属于联系资料 如果下一个题目问你 上网的次数 那就是什么 量的资料 然后它是一个什么 离散 你一天会上网几次 0次 可能一次 可能两次 可能三次 你会不会讲说 我一天上网1.5次 你不会这样讲吗 你念1 2 3 4 5 6 7 8 一直讲下去 我一天上网几次 就这样一直讲下去 所以记住 时间就必然是联系 次数一定是什么 离散 这很容易记 有没有问题 好 这个单眼我们谈到这边 这没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资料测量的一个尺度 资料测量的一个尺度 我们往下看 这一个四个尺度 我们刚才讲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四个尺度 四个尺度 来我们先看第一个 明目尺度 来请各位看一下 第二章的第四页 定义2.2-1 好 我们把它念一下 它用来表示 列别之间的属性的差异 是最低的测量水准 因它只是我们用来作为 分类之用而已 通常我们会给予 特别的数字或代号 来标示其属性 以便识别 但注意的是 它不具有数值的意义 因此它不能用来做 加减乘除印算 它只是一个代表 那我挤一个例子 我挤一个例子 这一个很常用的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各位将来去做这个文件调查 那做文件调查的时候呢 这一个很多资料要填 我拿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个人资料 那你会问他 对方是性别男或女 那这性别是男或女 那你填 他会打勾 他可能会再打勾 但是这个男或女 你将来要把资料 输入到电脑里面的时候 你大概不用男跟女 因为比较麻烦 数字比较多 你会用什么 0跟1 你电脑里面所看到一定是一大堆数字 所以它代表1 它代表0 你会用一个符号来表示 所以你看到这一栏位是1的 就代表是男性 这个栏位是0的 就代表是女性 所以你在输入的时候就很简单 10 10非常简单 所以这个10 它两个之间没有所谓的大小关系 它纯粹是一个代表性 就明目尺度 明目尺度 同样道理 你能做问验调查 不是有这一个 很多这个 问你的宗教信仰 1 佛教 2 道教 3 什么教 那会有1 2 3 4 那到时候问你宗教信仰 我们就填数字 所以那个数字本身就没有大小关系 你填1 那代表说你的信仰是佛教 你填2 就代表你的信仰是道教 所以那个数字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它本身没有任何特别的大小关系 所以它是最简单的一个明目尺度 那我们各位来看课本一下 还有有这一个写型 一般来讲有四种写型 O型 A型 B型 还有AB型 那我们写这种O型AB型就很麻烦 我们就用数字 我用0 1 2 3来表示 0代表O A型代表1 2就代表B型 AB型代表3 所以我们输入到电脑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这种数字来表示 那这样看起来的话 資料就非常简洁 不然你写了一大堆数字的时候 你真的会看起来很乱 所以它只是一个名称 你所看到的数字记得它只是一个名称 它本身没有大小的概念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瞬息的尺度 好 那个瞬息的尺度 来各位看一下 其特性除了具有 列别尺度的数字或代表性之外 还可以依制要的重要性 等级或强度来做一个瞬息的关系 那这个各位也常用到 各位有没有印象 你在期中考期末考结束的时候 你按规定你都要填上去填你的 上了这门课的一个满意度 你对这个老师的一个上课很多的情形 你要填他的这一个文件调查 那文件调查里面是怎样 是不是有没有五个 每个题目里面有五项 每个题目里面有五项 12345 12345 这个题目念出来 这个题目写出来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尚可 满意 非常满意 你们期中考不是要做一次吗 期末考要看到你的期末成绩 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填完了 你才会看到你的期末成绩 对不对 你上去填 你会填12345 12345 第一个它就有明目死度的功能 一就代表非常不满意 我对这个老师在这个题目上非常不满意 你如果填五的话 就是我对老师这个问题非常满意 所以12345它本身有代表 那除了它有明目死度的功能以外 这个数字越大 就代表你的满意度越高 它之间有关系 刚才这个0跟1没有关系 这只是1就代表男 0就代表你 可是现在这个数字越高 代表你满意度越高 那之前当然就有一个比较关系 所以这一个瞬息尺度呢 它就有一个瞬息的关系 数字越高 代表对这个问题的满意度越高 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看起来有没有问题 这两个 明目尺度跟这一个瞬息尺度 所以各位期末考期末考 你们填完之后呢 学校就会整理一下算一下 把这个分数寄给老师 那几个老师之后 老师就会看到每一个学生 填的 当然不会看到每一个学生 他会整理 整理起来 那整理起来之后呢 四个题目里面他会去平经 怎么平经呢 这个题目比方说这个题目 有些的学生给三分 有些人给五分 平经下来 这个题目老师得几分 第二题平经下来 老师得几分 全部平经几分 他就会把这个 资料传给老师看 那你们学生也可以写意见 还可以写意见 那这个意见 就会到老师那边就会看到 看到上面不会署名 不知道是哪一个人写的 他会说 这个老师上个怎么样 怎么样写下来 你把你的想法反映在上面 那老师就会看到 所以老师就用这样来当做说 我上了这个课 写论对我的反映怎么样 那我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 这个以前是没有 这些年来都这样 所以我们老师压力也很大 上课的时候也不能乱讲话 有没有问题 这个明目尺度跟瞬息尺度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 期间尺度 期间尺度 我们用的比较少 来各位看一下 期间尺度除了具有 瞬息尺度的性质外 他还可以测量 各个瞬息位置的间的距离 也就是说可以做加减的印算 所以期间尺度必须为数值才行 此外期间尺度的原点 就是零点 是我们为了方便衡量 或是依照某种标准任意显定的 也就是期间尺度不具有真实的零点 这句话画起来 期间尺度不具有真实的零点 那期间尺度又称为等级尺度 讲了一大堆 这到底在讲什么 这我们用的比较少 那跟这个期间尺度有关呢 不多 那课本提到一个就这一个温度 课本有提到一个温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温度 温度为什么叫做这个 期间尺度 我们来看一下 来请各位看一下黑板 来我们看温度 这里如果是零 这里如果是30度C 这里如果是60度C 来 你从一个零度 温度上升到30度C 它爬了几度 它爬了30度C 从30度C爬到60度C 它又上升了30度C 所以我们会说这个距离是 它上升了几度 下降几度 但是我们不会讲 这个温度是这个温度的两倍 我们从来不会这样讲 我们不会讲说60度是30度的两倍 我们不会这样讲 在温度我们不会这样讲 为什么 因为这个零 这个零度它不是真正的零 它只是一个方便 因为在温度上来讲 零度C仍然有能量 零度C依然有能量 既然有能量 它就不是完全零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能说它是它的两倍 你可以说这段距离 从这里到这里30度 这里到这里30度 你可以讲这个距离 但是你不能讲倍数 所以它有加减 但是它不能做乘除 懂不懂 这个特别的是这样 好 最后一个比例尺度 就是我们常常用到的 可以用来做加减乘除 叫比例尺度 比例尺度是 总额的前数三种尺度的性质 因此具有最高的测量水准 而且具有真实的演点 所谓真实演点就是零 它真的是零 数值具有大小瞬积一 数值的差距一 数值的比例一 所以可以做加减乘除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买了一部车 这部车很便宜 30万 某一个人他也买了一部车 他的价值是60万 那我就可以讲了 你那部车的价值 是我这部车的两倍 60万是30万两倍 可以 为什么 因为这里的零就是零 就是什么都没有 真正的演点是零 这里的零度C 这里的零度C 它是有能量的 它是有能量的 它不是完全零 完全没有 所以你不能用倍数 这里的零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可以说 这个距离是30万 这个距离是30万 你也可以说60万是30万的两倍 你可以用倍数来表示 所以以前我们所用的加减乘数 都属于比例尺度 所以我们在这个统计资料上里面 把资料就分成这四种 四种列别来处理 那因为不同的列别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我们稍微把它做一个区分 请各位欢到第二章的第五页 第二章的第五页 2.3 资料的种类 资料到底有哪些种类 这边很快的 我们很快的把它念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依资料是否已经经过整理 可以分为延始资料跟刺激资料 好 请你画起来 定例2.31 什么叫延始资料 由收集资料的同一个政务机构 或私人组织所出版的资料 或由研究者依研究的目的 去实验观察调查所收集的资料 称为延始资料 那这些资料呢 对劫测非常有用以帮助 那这边也提一个例子 比方说内政部出版的人口普查资料 荣委会所出版的荣林遗业普查资料 那这些资料都是相当详细的 所以这个东西都可以算是一个延始资料 好 各位再往下看 刺激资料 请你画起来 刺激资料是由延始资料 已经过编辑整理或分析简化的资料 那这些资料呢 通常起自于政府机关或研究机关所出版 或公布的统计资料或研究报告 也就是说这个政务的资料已经出来了 那你可以引用他的资料 来做你这一个研究里面的一部分的讨论 你可以引用他的资料 直接来延伸一些讨论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称为是一个刺激的资料 刺激的资料 因为你会把他的资料也许在做一些 某一些的这一个转换 所以资料来讲 可以分为延始资料跟刺激资料 好 我们再往下看 依资料的是否分组或分类 分为分组资料以为分组资料 因为我们实际上面临的问题的时候 这个资料会去考虑到底要不要分组 那分组呢有它的好处 有它的必要 那什么叫分组资料 来 各位看一下2.33 已经被分类或分组的资料称为分组资料 延始资料的个别值未保留 因此分组资料可能无法知道 落在每个组内或区间内的观察资料的准确值 那为什么要考虑这个分组资料呢 等一下我会进一步说明 那未分组的资料 请你画起来 未被分类或分组资料称为未分组资料 延始资料的个别值所保留 这句话特别重要 延始资料的个别值被保留 因此可以知道 观察值资料的准确值 那未分子资料又称为出资料 因为出资料 那我们等一下2.4谈到次数分配的时候 马上就会面临到这两个问题 马上就会面临到这两个问题 我们这时候再来进一步说明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点 依资料调查的对象或个体 可以分为普查资料或几样本资料 普查资料刚才已经讲过了 普查资料是对母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元素 进行全面性的调查 所获得的资料 全面性 所以一般来讲 这个只有正五的几个单位会用 一般来讲企业不太会用到普查 好 第2.36 请你画一下 样本资料 样本资料是对母体中的部分 个体进行调查所获得的资料部分 一个是部分 一个是前提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很简单的把它带过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了 我们前面都在讲一些描述性的东西 那接下来从这边开始呢 我们就会做一些计算 一些计算的东西 来 我们来看一下2.4次数分配 次数分配 次数分配里面有两个 有两个 请你画起来 一个叫简单的次数表 我们拿到一组资料说 我们会看到底它是属于简单次数表 还是这个分组次数表 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那这两个它的条件在什么情形呢 好 我们各位看一下 来 各位看一下第二章的第七页 第二章第七页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呢 当你收集到一些资料的时候呢 你看到一大堆的资料 它其实是比较杂乱的 那这些杂乱的资料呢 它并不能提供你一些很明确的自信在哪边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资料先做一个整理 那编一个整理之后呢 它的这个资料呢 在上面就可以很容易的显现出来 我们一看的人一看就看一看 它大概这一个 那个重点很容易就一目了然 所以这两个的一个表格 它有什么限制呢 来 第一个我们先看第一个 简单次数表 请各位看一下 第七页下面 什么时候会用到简单次数表 就是离散资料 一般来讲 即使是离散资料来讲的话 它的这一个全迹也不能太大了 那我们一个人来看 那它使用的步骤呢 有几个 有几个步骤 来 第一个步骤呢 分类 请你画起来 先做一个分类 好 第二个呢 归类与发迹 归类发迹 第三个呢 计算各列别的次数 第四个做总计 这个很简单 那我们实际上就来看一个题目 看一个题目 你把这四个步骤用上来 你很快就可以画了 来 我们看一下 例题2.2 某个地区呢 15户家庭的人口数 资料如下 也就是说我们想去研究 一个家庭现在到底有几个人口 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 现在慢慢都已经变成小家庭了 那所以家庭人数 基本上都不会太多 所以我们要去看一下 这一个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好 那这15户家庭的人口数是这样 那我们来做一个次数分配表 当然这个作者所集的这个资料 也许是他虚构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你看到 各位你看课本 这15户家庭的人口数 有5个 有3个 有5位 有3位 那到1位 2位这样 15笔资料 所以当你看到这15笔资料的时候 其实你一下子根本看不出来 是之间的一些变化 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可以把这些资料 先变成一个表格 好 那变成一个表格 我们怎么做呢 来 第一步是做什么 分类 第一步做分类 那各位 第一步做分类 怎么分类 各位你看这个题目 这里面的最少是几个人 一位最多几位 一个家里最多有几位 几位 六位 所以他就是1到6 123456 所以我们分类 所以我们把它列出来 这也是立体的2.2 这是人口数 人口数 那这边我们做一个化剂 那这边来做一个次数 那人口数呢 就是123456 123456 家庭里面我们看到的资料就是 最少一位 最多六位 所以你把它分类的话就是6类而已 123456 好 那开始怎么化呢 第一笔 第一笔有几个人 五个人 来 注意看喔 五个人 五个人怎么化 来 五个人 掉到这边来 就写一个 1 好 我们 我们 台湾都喜欢用一个政治标志 你们在唱票的时候 我们写真会 在选举的时候唱票的时候 你们都用政治 我们喜欢用政治标志 我们喜欢用这样政治标志来化 国外有时候他们都会喜欢用 12345 五 他们用12345去化 那表示这是五个 好 那我们就用政治标志 用我们习惯的 好 第一个 五个人 五个人 看到了一幅 看到一幅就画一 把五钢掉 注意要把五钢掉 记得把五钢掉 不然等一下会重悟 第二笔知道多少 三 这幅家庭有三个人 那三 再画一个 一 画一撇 把三钢掉 记得三要钢掉 第三笔知道 四 四在哪一遍 四在这边 四把它钢掉 四把它钢掉 画一撇 再来也是四 再画一个 好 所以记住 你每画一笔 那资料就要钢掉 那我为了方便讨论 我就直接把它写下来 再倒过来看 那写下来得到的结果是这样 得到的结果是这样 你全部把它画完会得到这样 那我们就计算 四嘛 这边是四 这边三 这边二 这边是一 那我要特别强调 你算完之后呢 你要把它加总一次 你要加总一次 这个加总是多少 是15 他上面写15户家庭嘛 所以你加起来是15 那就表示说 你应该没有问题了 那因为真的在算的时候 不会这么少 也许是50笔资料 那我们就常常看到写真 考试的时候呢 算算算 算加起来49 我给你50笔资料 他算出来是49 48 那一两笔资料跑去哪边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 重来 重新再来 你刚才画了重新再来一次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要很小心 我每一笔资料上去的时候 我就要把它杠掉 一步一步这样 那基本上你知道细心 都不会有问题 这个全部加起来一定是那个数字 所以这个好几次的考试里面 都会有类似的这种题目 所以你要小心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表格 那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次数表 你刚才看到了15笔资料 这样0033的 你也看不出一个所有人来 但是你现在看的话就很清楚 他所提供你的家庭的人数 一般来讲都分别到几个人 两个人跟三个人 小家庭嘛 这个大概就是 可能是夫妻里面没有小孩 不然就是单亲 我不晓得 我猜的 那这个就是可能一个小孩 所以大部分的家庭就分别到这样 那家庭里面会有四个人的 多一点 有五个人的很少 那这可能是三代同堂 会不会 那六个人当然更少 一个人也不多 所以你用这样 你就可以发现到说 你所得到的资料里面 一个家庭的人口 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所以一看就很清楚 这个表格一看就很清楚 那这个东西就叫 简单的次数表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这个分组的次数 那分组的次数适用在哪边呢 来我们往下看 请各位看第二章的第八页 分组次数表 来请你把那条件画起来 要制作联系资料的 分组是要制作联系资料的次数表时 大家都采用分组次数表 统计资料编成分组次数分配时 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假设 请你画一下 一个叫集中分配 一个叫均匀分配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谈 那什么叫分组次数表 来我们看一下 它说联系资料 你要是使用联系资料 一定要用分组次数表 其实不止只有这一个联系资料 离算资料有时候也会用到 来各位看黑板 各位你想想看 就拿这个题目来讲 我就用这个题目来讲 但是这样的讲法 不是很切而实际 假如这个家庭的人口数 可以很多很多 比方说可以多到100个人 我为了方便讨论 那我就必须写 1 2 3 4 5 6 写到100 当然人数如果真的到100个人的时候 你做出来这个表格 你怎么看 那就其实不好看了 那个资料又模糊掉了 因为拉的太长了 你要做分组资料 你要做这个表格 你的目的就是说 你希望做某个程度的融缩 像这样的话它不需要融缩 我就可以看到每一笔资料 但是当这个资料 如果列的太长的时候 我就必须做某种程度的融缩 融缩之后 我就可以一看很清楚 它落在哪一个范围 那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你说我坚持就是要用简单次数表 那你拉得很长 很长根本没有人要看 所以你将来这个 去公司上班当幕僚 老板要你把这个统计资料编出来 你可能要编很多表格 那老板可能会问你一句话 公司到底有没有赚钱 那营业状况是怎么样 他可能问你一个很简单的几个问题而已 等到老板问你说 好 那你把仔细的资料给我看 你再拿出来给他看 所以你准备的时候 你要准备很多资料 但是你呈现给他看的第一页 一定是他最想要知道的 一个很简简的一个问题 一个答案 他要看的就是那一个 等到他想去追那个里面的过程的时候 他再去还他 所以我们在做一个资料分析的时候 我们要呈现就是一个很简简 我当我列到100个的时候 我怎么列啊 说我要怎么要简简 那现在问题来了 你要简简 你就必须做分组 那你怎么分组 到底你要怎么分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分组就是一个技巧 好 请看第二段的第九页 他这边列了很多的方法 那我们把这方法抄在这个黑板上 因为我所谈的方法跟课本 有一点不一样 我想这样会比较容易 那各位看一下 好 这一个 课本黑板上写了八个步骤 那八个步骤 基本上有 有两个步骤跟课本 是不太一样的 好 这两个步骤跟课本不太一样 好 一个这个步骤 好 一个这个步骤 好 跟这个步骤 好 跟这个步骤 那其他大概差不多 那这个东西 这个方法 如果你听过的话 其实是很快的 好 那你看课本可能 有时候看了半天 也不晓得他在写什么 好 这个方法 我们一起后面几个题目 就是这个部分我想等到下一次 因为那个题目比较大 要做那个题目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时间上可能会比较不够 好 第一步呢 找出这一个最大值 那这个最大值 我用一个符号 s must 当然你不习惯用这个符号 也没有关系 你只要找出一个 你认得的符号都可以 跟最小值s min 你把它找出来 那这个地方跟课本不一样 各位看一下课本 课本的第一个方法 叫你干嘛 叫你做order 做排列 顺序 假设这个题目是有100笔资料 你要先去做排列 那今天如果说用电脑来做 当然很简单 电脑去做排列 动作很快 但是如果说我们用 用我们手来算 100资料要去做排列 这个可能要花你很多时间 这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们用手在算的时候 我并不建议你去做顺序 那我们直接挑 找出最大跟最小 那你如果坚持说 我就是要做这一个排列 那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是建议你 这样来做会比较快 我给你一组治疗 你先把最大跟最小把它挑出来 那个挑出来不会太难 我们先来看一下 各位翻到这个第二章的11页 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题目 各位你看一下 例题2.3 这一个假设某一个班级有50名学生 那它的统计成绩如下 我要编织一个次数分配表 那先你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50个学生 各位看一下 50个学生 他大概 大概50个人成绩都不太一样 除了少数以外 大概都不太一样 那你说这是离散资料 注意听 这是离散资料 那既然是离散资料 为什么不用简单的次数表 你要用简单次数表 你就是要一个一个列出来 那你想想看 50个人大概会有50个成绩 你要一项一项列出来的话 这个资料会拉得很长 那资料拉得很长 基本上它是不适合去把它的 这个重大自信呈现出来 所以像这样的情形 它的间隔很大 所谓的间隔很大 就是这个前距 前距叫我们可以用间隔 最大减最小要前距 当这个值很大的时候 就建议你用分组次数表 那最大是多少 来 各位马上看 请看11页 你手上的这个题目 你这样看 最大是多少 最小是多少 来 你告诉我 你不要轰过去看后面的答案 你现在马上看 这50笔资料 你觉得最大是多少 最小是多少 告诉我最大是多少 98 最小呢 33 那98减33是多少 65 所以你今天如果要用分 这样一笔一笔列出来的话 简单的这种次数表的话 你要列得很长 因为你间隔有65 所以 你碰到这种离散资料 间隔太大的情况之下 你就必须使用这一个分组次数表 有没有问题 所以第一步找出一个最大跟最小找出来 第二步呢我们来计算前距 前距呢最大减最小 然后第三步呢我们要决定组数 各位看一下决定组数 我到底要分几组 我也决定要分六组七组八组 所以同样一个题目呢 每一个人要去分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每一个人算算答案都不一样 那怎么办 统计学家呢他就想说 那我们就用这个公式 大家看看是不是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k等于多少 e加上log2分之logn 所以log呢下面里面写就是以实为底 就是以实为底 然后在维基文来讲的话 他习惯是以e为底 维基文来讲的话 维基文对这个e呢非常重视 所以你在念维基文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log呢 以e为底 他会怎么写 他会写ln的s 那log以实为底 他会写logs 所以你在看这个log的时候 会看到这两个log 这个表示说以实为底 自己的ln 基本上就是log了 以e为底 事实上在维基文里面 用的最多是1 而不是10 高中以前你用的底 大概就是 就10 一般的普通 那这叫自然 自然对数 我们希望用1为底 所以 这里是用10为底 这里是用10为底 log2呢 log2是多少 0.301 所以你可以把它算一下 1加上3.322 logn logn 那这n是什么东西 n就是你的观察的个数 以这个题目来讲 有50笔资料 那你就把50笔资料 带进来 带进来算一算 就会得到一个值 所以考试的时候 我可以让你带电子计算机 那你电子计算机 可以去算log 你可以把它算出来 所以这个组数 你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组数算出来之后 接下来要决定组距 我到底这个距离是多少 我现在要分成几组 已经决定了 那每组的长度 每组的长度 到底要多长 那怎么算 前组除以组数 我前组 我前部是这么长 那我要分成几组 所以我每组的距离 应该有多大 前组除以组数 一组就是我的组织 那组织出来的时候 就要定组介 我现在这样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要分几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你要分几组 知道了 那你的这长度多长 也知道了 那接下来 那哪里到哪里 哪里到哪里 你第一组要哪里到哪里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就是组介 那这个部分呢 课本讲的一些 主 现有组介 其实很容易搞混 那我们用了一个特殊的技巧 就直接把组介定出来 所以到时候我们再来讲 好 那定出来之后呢 到时候呢 这些都定出来之后 又跟刚才一样了 第一笔资料 落在哪一组 就开始画机 把它杠掉 第二笔资料 落在哪一组 再把它杠掉 因为你已经都找出来了 第三笔资料 落在哪一组 再把它杠掉 所以你50笔资料 就可以得到 每一组有几笔资料 就可以得到了 那画完之后呢 再来计算它有几笔资料 最后确认一下 有没有漏掉 是不是太多还是太少 是不是刚好50笔资料 那这个分组资料就完成了 那分组资料完成之后 你一看就会很清楚 学生的成绩 大概都落在哪一区 它虽然不是非常非常详细 但是呢 它重大的自信都在里面了 这个就是一个 笔资料指数表的一个制作方式 这两次我是披衍的 100 也写到 1 1